上穿條紋上衣身材壯碩的男子 他就是對夜歸酒醉女子 趁機生狼爪的55歲高姓司機 前科累累的他 有竊道 妨害公務 妨害性自主前科 六年前因為性侵酒店女子遭到通緝 今年五月落網被帶 警方調查發現 他根本沒有職業登記證 車行卻不查證 就把車子租借給他 我們實際來到嫌犯租借計程車的車行 登記於松山區南京東路的地址 但這裡卻只是一間民宅 安電林卻無人回應 裡面堆滿回收物 附近居民跟里長根本沒人知道 這裡是車行 連車行這關也輕易通過 讓搭計程車民眾人心惶惶 搭計程車要怎麼自保 首先一上車就必須要先注意 車子前座以及後座的職業登記證 到底是不是司機本人 最重要的還有就是看 他的有效期限是不是到期了 而更重要的一點呢 必須就是要觀察了你的隔熱紙 會不會太黑 除此之外車身上如果沒有噴車牌號碼 最好也不要搭車比較安全 其實警方多年前就設立安城專案 而今年一月到八月已經取締了上千件 問站違規無照 以確保民眾安全 不過在搭計程車之前 先被急著上車低頭滑手機 還是先張大眼睛 讓自己不要深陷在危險中 記者 郭先生 陳志芳 台北報導 郭先生 陳志芳 台北報導 夫婦 台北 攝影室 也是有效期限的 発達 以後 總之 海外